今天等於是我們進階的第三次上課 然後上個禮拜 禮拜二的時候我們大概就 主要的重點有兩個 一個是說如果你今天要自己發佈開放資料 因為之前我們都是抓別的資料 那一般抓最多是CSV或者JSON或者是XML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提供資料給別人去抓取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Google的這個雲端硬碟來發佈就可以了 因為它裡面就有一個功能 只要你把檔案傳到那個Google上 然後呢或者是說建一個新的也可以打 只要是Google試算表 那Google試算表除了說可以建一個新的試算表之外 你也可以把Excel的試算表傳上去之後呢 它也可以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也就是說以後只要有一個Excel的檔案的話 傳到Google就可以拿來發佈了 那發佈的話呢它有一個發佈到網路有沒有 發佈成CSV 這樣的話呢一般人就可以存取了 那直接抓CSV就OK 那另外的話呢除了說可以發佈成CSV之外 它其實有個發佈成網頁喔 也就是說甚至你可以把什麼 一個試算表變成一個網頁 OK也可以讓人家去抓取 只是說呢如果 爬資料的話我們之前有試過 如果用CSV來爬的話非常簡單有沒有 就一個Request 然後頂多是加上那個切割嘛 Split先切一行再切裡面的豆點有沒有 最後就一個一個的 也許你可以再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欸對不對齁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網頁的話 哇那就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了 為什麼一個網頁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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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就长这个样子 OK 那当然这个是给浏览器看的 浏览器看得懂 帮你做转译 OK 那可是将来我们要爬资料的时候 当然你是希望爬上面看到的东西 可是问题呢 你要写爬虫的时候 你是要去爬这个背后的东西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这个也是最难的地方 就是说 你要懂得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所谓的HTML相关语法 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元素所构成的 然后你要找到你要爬的东西 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爬回来 不然的话 如果假设你不会的话 变成你就是图法链 像我知道很多人每天都要抓某些网页上面的资料 但是我问他说 那你怎么抓 他说每天要复制贴 他一整天的工作都在复制贴上 他就想说你这样 你老板会不会太浪费那个人事的 人力的成本了 你找不如找一个会写爬虫的人就好了嘛 对不对 而且写完爬虫之后呢 他就没事了 对不对 顶多是说因为那个网页如果更改了 那当然再把那个爬虫再重写一下吧 所以那个生产力 我觉得是天长之别 有没有 你会爬虫的话 啪一下OK了 但如果说你用人工来做的话 真的是不符成本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大的这种人力需求 可能是落在说 我希望把网路上面的很多大量的资料 快速的把它建置成资料库 产生爆表或者视觉 或者视觉化的这个图表出来 对不对 那那个部分的话就很需要有人去做了 那我们它后面的部分 我们就希望能够跟大家讲怎么做 OK 但呢 难度蛮高的 所以呢 你们可能需要回去多花一点时间 这没有办法 OK 好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有抓了几个 比如说那个 Yahoo的焦点新闻 标题跟网址 还有呢 Eat the date 另外的话呢 我们 其实上面几个反而比较困难 下面这个稍微简单一点点 TQC Plus的官网上面的那个 项目名称 所以哦 我们其实 有几个步骤啦 第一个的话 当然呢 我们需要什么 去把那个网址 比如这个网址 假设我们找到TQC Plus 这个网址 那我希望找到那个认证内容里面的什么呢 比如认证的科目好了 那它这边就有个 像这样的一个列表 OK 那这个列表的话呢 我们上次上课的话 是讲到说 我现在只要抓哪一个 抓中间 中间这个名称啦 OK 那你会发现 另外还有几点就是说 你慢慢可以观察一下 上面的话 它的那个网址名称啊 如果是静态的话 一定都是HTML 或HTML 对吧 静态就是不是 不是动 它所谓的什么叫动态呢 动态就是说 这个网页啊 实际上呢 它不是固定的哦 而是说什么呢 它这个是一个层次 一支层次 那这个层次的话 当你去run这个 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它才去动态的去抓取 这底下的这些资料 也就是这底下的这些资料 它不是固定一直在那边 是说当你去执行 这个网页的时候 它才去它的资料库 把资料库里面的 总共有123 假设有三个栏位的资料 或者可能有四个 它的编号 把它抓下来 然后呢 再分别怎么样 把它 绘释成这个网页的表格 OK 是动态的哦 不是说 我今天固定写好的 那为什么要做动态 因为如果你做静态的话 那假设啦 你的 症状又多一个 那你岂不是又要来换一个什么 就重新再修改网页 那永远修改不完啊 常常在那边变动的话 那永远修改 像有些资料经常在变动 那股市资料 股市资料会写静态的话 哇 那你怎么 你如果一段时间 那个数字又变更 那怎么办 你又再重新修改 永远改不完 所以通常会是用动态的 那动态的话呢 像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它的副档名 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用的技术 是用什么 ASP-X 这是微软的啦 就是ASP 它ASP-NET 点一个嘛 NET OK 那我知道他们已经用这个用很久 都用微软的相关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另外还有动态的网页技术 像比较常见 像点PHP 有没有 这个是蛮久的一个技术 另外还有什么点JSP 用Java写的 OK 或者甚至你可能看什么点 那可能也许用另外别的 像Python 可以写 Python可以写 Python有一个 也是动态网页技术叫Jungle OK 也可以用Python 做出网页的这个 这个网站的动态服务 也就是你们现在学东西 以后也可以把它弄成一个网站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只是说这个延伸性 要再去学习另外一个做网站的一个套件叫Jungle OK OK 好 那今天的话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所以上个礼拜上次上课的话是做到类似上这个地方我把它把什么呢 把H4 为什么H4 选这个嘛 选取它 然后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我可以知道几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说 它这个的标签 是H4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那个HTML标签 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固定的一个结构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H4的开头 H4斜线H4的结束 一个头一个尾 然后后面的话会多一个斜线 那前面一定是小于大于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HTML标签 那以后呢 如果说我要抓这个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就是什么呢 用Find 如果Find一个 Find它只会Find第一个 那如果你要Find全部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可以用FindAll的方法 所以上个礼拜还记得 上次上次还记得吧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把资料 所以特别重要 我们这个地方 先把这个网址丢给这个Request 用GET的方法去抓到这个资料 先丢到HTML的这个物件 然后再利用那个Beautiful Strip 上次上课我们有装这个嘛 所以特别重要 Beautiful Strip 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要自己写 哇它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 HTML所抓到里面的文字 里面的Test 就是里面的原始码 丢给这个Beautiful Strip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怎么样 帮你去爬取 你所指定的标签就好了 也就是说 在那个原始码里面 它一定是什么 一堆东西 那我其实我可以不用管那么多东西 你会发现这种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它本里面啊 从头到尾就这么多 总共行数 你会发现这么多 总共大概可能上千行都有可能 你会发现底下 哇 今天中间就 大概至少上千行 哦 一千 一千五百多了 底下应该还有啦 一千七百多行 如果你要把这些 这个原始码全部从头找到尾的话 哇 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 Beautiful Strip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不用这样看 OK 不过我知道说有一些人是真的还蛮认真的 就从头看到尾 但我自己不太许 这样看起来也蛮伤眼力的啦 所以呢 透过Beautiful Strip 它可以让你怎么样 避掉这个麻烦 那可是你要告诉它哦 你要找的标签 是什么标签 而且那个标签哦 是要是 怎么讲 不是重复的哦 你要找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呢 我们刚刚要找的那个名称哦 它一定是H4开头 H4结束 那如果是这样的 那我怎么知道说 是不是固定是这么多个啊 有个方法就是我的习惯哦 按右键嘛 检查之后 找到这个标签呢 我就把这个标签 其实快点两下它可以选取啦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什么 Ctrl加F 我的习惯这样 然后把这边 那个H4啊 签在这边打一下 然后让它Find一下 那最重要是Find什么呢 其实这个有点像模拟用Beautiful Soup 它就是帮你Find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放Find头尾啦 不过我只要找个头就可以了 找到之后的话呢 确认一下它的数量对不对 有没有你会发现 现在是E of 68 意思是说呢 它这个是第一个 对这个是第一个 也就是到底下总共的话呢 会有68个 看起来应该 不然你可以数数看啦 不过我没那么多时间 我想应该大概数量就68个 那我我们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什么 在这个Find的右边 这边有没有 有Findness 你可以再点点看 我这样往下找 找找看哦 或者甚至啦 有的习惯是这样 你刚才不要一直往下找 你往上找了 往上找它就跳到第68个 看第68个是不是 有没有 第68个是不是最后 没错 那就表示呢 我只要把H4这个标签 里面的东西全部抓回来 那就会是里面我要的那些文字了 OK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讯息贴到哪里呢 有没有 SP就是这个BeautifulSoup 产生的一个物件 它里面有个方法叫Find All 因为我要全部嘛 后面你只要给它一个所谓的 这个H4的标签名称就好了 就这样子 当然未来我们在那个什么新闻 像ET Today等等 或者是Yahoo 还可以多那个所谓的class 它的那个类别 如果没有那没关系 因为有一些H4 可能还有class 还有不同的类别 那你就可以再细分 但如果没有 确定H4都是我全部要的 那你就直接H4OK了 那它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帮你把它丢到一个list 所以你会发现 假设我现在 我把这些东西print了出来 你会发现 就会是 它这个 它会帮我怎么样 把H4里面的东西 当然里面会包含其他的标签 所以它会帮我把它全部都抓回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一定是一个串列 所以中瓜无开头 然后面的话呢 就会是长这样 那如果说我只要的资料是里面的这个文字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你就是在抓回来的东西后面加点test test那个属性 就不会有前后的那个标签了 所以如果我要全部把它输出的话 把它变成一个清单 那底下我可以写成这样 for s 好了 for s in list 或者如果你不写成这样的话 你可以写什么 for i 我们之前习惯了 for i 什么 in range in range 然后 l e n 算一下这个list1里面的总长度 有没有 然后 这样就可以了 0不用 因为从0开始的话 之前讲过0度点这个可以省略 然后呢 做什么呢 把它里面的test抓出来 把它什么的 把这个list里面的第几个 第i 个 所以这个 第i 个的话呢 你可以写一个中瓜糊 里面放个i就可能 后面加个点test 如果你不加点test的话呢 它输出就变成有那个 刚刚看到的 h4的这个标签 有没有 这个标签都出来了 那如果你这个标签不出来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这个把它注定掉 那就可以把什么 把这边点test 再加一下就可以 这样的输出的话 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 只有里面的文字部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那如果我们再变化题一下 如果应该可以看懂 因为程式不多 有没有 就这么几行而已 而且固定逻辑 上面这四行应该都固定的 只有底下的 fine什么东西 所以关键地方 可能就是说 你只要看懂什么叫标签 什么叫html标签 那你基本上 就可以针对你是要fine一个 还是要fine all 可以把你要的东西抓回来 那另外延伸一题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如果这一题 我的需求可能 是希望怎么样 帮我 除了说抓里面的标题之外 请你帮我把上面的东西 跟下面的东西 有没有 全部也都通通带下来 然后并且加个逗点 比如说一笔资料的话 就是先建筑设计领域逗点 然后基础什么建筑室内设计 这个立体制图逗点 然后这个schedule of approach 然后换行换下一个 所以这边应该就会有 总共有三笔资料 中间加逗点好了 然后并且帮我换行 将来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这个资料 把它输出成一个 Excel可以读取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存成csv 那以后丢给人家就好 你用那个Excel开起来 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资料了 看你是要在Excel做什么统计呢 还是你是要把它丢到资料库 就可以了 就不用图法链干 不然以前你要怎么做 以前你可能就选起来 然后Ctrl C 然后Ctrl V 贴到哪里 如果你用图法链干快一点 可能就贴到Word 贴到Word再去转 但也还是麻烦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改一下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在哪里呢 云端白板0604里面 我上礼拜的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这里 你们往下找 在这边 这个 范例1这里 应该是在第4页的地方 我们就抓这个 请各位试一下 抓其他的标题好了 OK 画面再借给我一下 再切完给各位